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灵异事件》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午夜电影院的无声放映 二、空荡教堂的祈祷回音 三、废弃矿井的幽灵矿工 内摩、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午夜电影院的无声放映 各位影迷、夜猫子以及偶尔失眠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哪个神秘而又迷人的话题 午夜电影院的无声放映 啊,不要误会 这并不是指你在午夜时分偷偷溜进电影院 然后发现放映机坏了的情况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那些在电影史上读书一致的无声电影时代 想象一下 午夜时分你走进一家老旧的电影院 座位上坐满了各色人等 他们或许是文艺青年 或许是怀旧老人 又或许只是想体验一把不一样的电影观影氛围的冒险家 屏幕上没有华丽的特效 没有震耳欲聋的环绕声 只有黑白的画面 以及偶尔穿插的字幕 告诉你正在发生的故事 无声电影时代 是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 那时的演员们 要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表情来传达情感 他们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个眼神交流 都要比平常更加夸张 以便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 让观众理解剧情 而那些伴随着电影放映的钢琴家 或小型乐队 他们即兴创作的音乐 更是为电影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魅力 午夜电影院的无声放映 就像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你可能会看到查理 卓贝林的经典滑稽动作 或是布斯特 激顿那张永远不变的木然面孔 他们在无声的世界里 用最原始的方式 讲述着最动人的故事 但别忘了 这是午夜的放映 当你在黑暗中 凝视着那些跳动的影像 你也许会开始怀疑 是不是有些不属于 这个时代的观众 也悄悄地溜进了电影院 坐在你的旁边 和你一起笑着 哭着 当然了 这只是一种说法 但谁又能保证 在午夜电影院的无声放映中 不会发生一点点超自然的事情呢 所以 下次如果你有机会参加午夜电影院的无声放映 不妨放松心情 让自己沉浸在那个无声 却充满故事的世界里 也许 你会发现 没有声音的电影 其实能说的故事更多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空荡教堂的祈祷回音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听起来 既神秘又有点哲学的话题 空荡教堂的祈祷回音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这个场景听起来 就像是直接从哥特小说里跳出来的 不是吗 想象一下 一个古老的教堂 高高的拱顶 彩色玻璃窗 头舌下斑斓的光影 而你站在那里 只有你的声音和你的祈祷 首先 从升学的角度来看 教堂是个回音的宝地 这些宗教建筑的设计 往往考虑到了声音的传播 以便在没有现代扩音设备的时代 神职人员的声音 能够传遍整个空间 所以 当你在空荡的教堂里祈祷时 你的声音会沿着高高的拱顶 和长长的走廊回荡 这种声音的延续和重复 就像是上帝在给你的祈祷打回音 说 收到了 稍后回复你 但是 我们再深入一点 从心理学和宗教学的角度来看 这种回音可能会产生一种 特别的精神体验 在空旷而安静的环境中 祈祷者可能会感到自己与神 更为接近 这种声音的回荡 就像是对他们内心信仰的一种强化 这不仅仅是声音上的回应 更是心灵上的共鸣 现在 让我们加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教堂里的回音系统 突然出了故障 变成了自动回复的语音邮箱 你在那里虔诚的祈祷 突然听到一个机械的声音说 你的祈祷已被接收 请留下你的名字和愿望 我们会在下一个工作日回复你 这时候 你可能会开始怀疑 是不是上帝也开始远程办公了 当然 这只是个玩笑 但不可否认的是 无论是从升学 心理学 还是宗教学的角度来看 空荡教堂中的祈祷回音 都是一种独特而深刻的体验 它不仅仅是声音的反射 更是信仰 文化和历史的共鸣 下次你有机会走进一座 空无一人的教堂 不妨停下来 说一句祈祷 听听它回音 也许你会听到的不仅仅是声音 还有时间的回声和灵魂的低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废弃矿井的幽灵矿工 好的 让我们来探讨一个既神秘又引人入胜的话题 废弃矿井的幽灵矿工 这个话题不仅仅是关于矿业遗产的历史 还涉及了人们对于未知的恐惧和对过去的怀念 请紧跟我的步伐 但别走太快 我们不希望在这个幽暗的历史长廊里迷路 或者更糟 遇到那些传说中的幽灵矿工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废弃矿井的背景 矿井曾是活力四射的工业心脏 矿工们在地下深处辛勤劳作 挖掘出宝贵的矿石和煤炭 然而 随着资源的枯竭或经济的转型 许多矿井被遗弃 留下了深邃的隧道和空荡荡的作业场所 成为时间的尘封记忆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幽灵矿工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环境有点 超自然 你的同事是些不太爱交流的家伙 总是穿着过时的工作服 而且他们对现代矿业技术一无所知 你的工作报告 可能永远不会得到上级的批复 因为 嗯 他们可能也是幽灵 但是 幽灵矿工的传说并非纯粹是戏谑 在许多文化中 废弃矿井被认为是灵异活动的热点 人们相信 那些在矿难中丧生 或是在漫长的劳作岁月中 与世隔绝的矿工们 他们的灵魂可能仍然徘徊在矿井的走廊中 无法找到安息之地 这些故事 往往是由当地居民传承下来的 他们可能在夜晚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或是在矿井附近感受到了不寻常的寒气 有些故事讲述了幽灵矿工 在夜间巡视他们的老工作场所 有的则说 他们在寻找未能完成的工作 或是试图警告 活着的人们关于潜在的危险 当然 这些故事大多数是无法用科学来证实的 但他们为废气矿井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也反映了人类对于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工业遗迹的复杂情感 无论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幽灵矿工的存在 这些故事都是对那些辛勤工作 在艰苦条件下 为我们的工业化世界做出贡献的矿工们的一种纪念 所以 下次当你听说 有人在废气矿井附近遇到了幽灵矿工 不妨带着一点好奇和尊重去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历史 毕竟 这些幽灵矿工可能只是在寻找一点认可 或者 他们只是想要确保他们的故事不会随着矿井的废气而被遗忘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神秘而又迷人的话题 午夜电影院的无声放映 空荡教堂的祈祷回音 以及废气矿井的幽灵矿工 这些都是充满了历史 文化和人类情感的场景 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 更是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知的好奇 午夜电影院的无声放映带我们回到了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时刻 让我们感受到了无声电影的独特魅力 空荡教堂的祈祷回音 则是一种声音和心灵的共鸣 让我们觉得自己与神更为接近 而废气矿井的幽灵矿工的传说 则让我们思考工业历史和人类信仰的交汇点 这些话题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它们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它们让我们思考和想象 也让我们对过去和未知充满了好奇 所以 下次当你有机会遇到这些场景 不妨停下来 感受一下其中的神秘和魅力 好了 现在是你们展示自己的时候了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经历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些神秘的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感谢观看